未尽是指,从三国至两进这段历史时期,是一个动乱的年代,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,当时的名师们行事洒脱,不置于物,不拘于礼,无论饮酒、清坛,还是纵情山水,皆表现出一种风流超脱的气度。 正是在这个时代,师父们创造了影响后世的文人书法标杆,奉献了令人模范景仰的书圣竹林七贤,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,长距于林中,喝酒,纵歌,清静无为,洒脱倜傥,他们代表的未尽风度得到后来许多知识分子的赞赏,未尽风度说白了就是不拘礼法,蔑视权贵,解放思想,回归自然,张扬个性。 那么洒脱倜傥的未尽风度又是如何在乱世中形成的呢?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,曹操。 曹操生活在东汉末年,虽然这个时候国家三分为未属无,而且整体局势动荡不安,但是三国时期依旧是一个十分重视门第的时期,而曹操虽然作为三国时期曹魏政权的建立者,但是出身寒门,因此在门阀世家的眼里依旧是看不起他的。 曹操为了打破门阀世家对政治利益的垄断,就推出了为财事举的政策,不在乎出身。 只要有军事才能就可以推举,但是到了曹魏在位期间,曹操选举人才的政策有了偏离,曹魏将文化学识也加入了人才选举之中,这就致使北方文化之风盛行。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竹林七贤,阮吉,吉康,山涛,刘玲,阮贤,向秀,王荣,七贤志趣相投,竹林相聚的时光惬意自在,他们三日一小聚,五日一大聚,纵酒,高歌,弹琴长笑,吟师作父,快活似神仙。 他们生活在司马集团和曹魏集团竞争激烈的时候,于是采取消极抵抗的方法。 找有竹林山水的地方饮酒,曾经在百家讲坛的义中天说,魏晋风度就是活得真实漂亮,只有在魏晋时期,如曹操,桓文一样的枭雄才,敢于说出内心原始的呼唤,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,也要一臭万年,粉和片刻不离双手。 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王羲之,才可以凭借坦赴东床这样的行为艺术,击败诸位同族兄弟,成为方镇大将的东床快婿,被司马光称为崇尚虚无,轻蔑礼法,纵酒,昏憨,一落世事的竹林七贤。 才能成为整个社会疯狂痴迷的偶像,但是,魏晋风度不可学。 姬康是一个脾气更古怪的人,他长得一表人才,才是渊博,不但会弹琴作诗,还有一声力气,擅长打铁,文武双全。 中央之子,中慧,年少时,他写了一本《四本论》,文采出众,他想这本书给姬康看看,可是他连自己去见姬康都不敢,他站在姬康家的墙壁外, 游游郁郁地将《四本论》丢进姬康家的院子里,然后掉头就跑,好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样,直到后来,中慧得到司马昭的重用。 才有勇气待人前往姬康家,在姬康家门口,他看见两个人正在打铁,便问谁是姬康,但是无人回答,中慧恼羞成怒正要离开, 姬康问,和所闻而来,和所见而去,中慧回答后,姬康没再回复,而是继续打铁,但是姬康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,当时的司马昭想要姬康为他效力, 姬康却借由一封绝交书表达了自己坚决的态度,他是不会为司马昭效力的,于是姬康就被陷害处死, 姬康去刑场那天,姬康看了看天色,离行行,还有些时间,他叫人取来请。 不紧不慢地弹了一曲《广陵赛》,弹完之后,他说,以前有人想跟我学这首曲子, 但是我没有教他,此趋于今决意,他带着蒸蒸铁骨,无畏无惧的血性,不妥协退让,不委屈求全, 他选择宁为玉碎,不委瓦全,即使面对屠刀,也神情自若,抚清而歌,从容赴死。 阮吉和姬康一样,都不愿意参与朝堂之事,但是在面对强权的压迫下,姬康选择慷慨赴死, 而阮吉却屈服于强权,从一个对于司马家的厌恶者,变成了自己厌恶的司马家的一员, 阮吉第一个职务是司马懿的从事中郎。 最后也坐到了一个不高不低的位置,但是除了阮吉以外,谁都能看得出来,他并不开心。 也许是为了抒发心中的苦闷,阮吉开始戒酒消愁,几乎酒不离手, 阮吉性情豪放,脾气古怪,他对现实不满就用酒麻痹自己,喝醉之后就去山野荒林里尝笑,发泄心中的闷气。 不过也有说法是阮吉是为了喝酒,才去当了司马昭的步兵校尉,喝够了酒就离开了,是真是假,无从得知。 一次司马昭提儿子司马元向阮吉家求婚,阮吉不愿意,一直装醉六十多天才夺过去。 但要说起爱酒如命,流连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,他让仆人跟在他身上,说,如果他醉死在什么地方,就把他埋在那,后来词人心气急说,最后何妨死便埋。 竹林七贤虽然才华出众,但是他们是在司马的高压政策下暂时聚集在一起的,他们没有共同的理想目标。 很快在司马集团的威胁力右下,竹林七贤开始分化,山涛,王荣被收买,做了司马式的大官。 未尽风度的表现形式,可以用当今的非主流或奇葩来概括,其典型形式是,服药,纵酒,清坛,任性放淡,追求隐移生活。 就跟说相声的刘谦的喝酒,抽烟,烫头差不多。 纵酒,除了我们所熟知的刘陵醉酒的典故之外,此时七王熙之语酒的典故也相当经典。 其代表作《蓝亭集序》被誉为《天下低行书》,这个作品就是当时的几大贵族在修系,驱水流伤酒后王熙之的神来之作。 王熙之除了刘芳百世的书法名作,《蓝亭集序》还诞生了几个成语,如《书换白鹅》,《入木三分》,《东床坦妇》,王熙之是当朝丞相王岛的侦儿,年轻时就以表堂堂。 很有风度,据说,当时的太夫夕剑想要给自己的女儿寻找一个丈夫,又与王岛私交甚好,就想要从他家中挑选,王岛欣然答应。 但是在所有子弟收拾好剑客的时候,王熙之却躺在东床上,坦胸怒腹,但是却被选中,于是就有了东床坦妇这个词。 竹林七贤起于姬康,结束于山涛,山涛是七贤中年纪最大的,也是做事最有节制的,他因司马一杀曹爽而隐居,后来山涛重新出来做官,最后做到了三公司徒的高位,司马施称他为当事的女王,江子牙。 姬康虽险了,于山剧原决教书,但在姬康死后,山涛却一直抚养照顾他的孩子。 山涛在七十九岁时去世,家中清贫,为他办丧事,司马延前后赐了近一百万钱,还帮他的家里盖了新房子。 山涛四十岁之后,开始踏入仕途,就不断地受到重用,司马家族对于山涛很受重用,从司马一夫人张春花开始,山涛就因为自己的独特才华受到重用。 不仅如此,在之后的仕途中,因为做人不偏不倚,具有申克地做人方法,再加上自己的真实才干,麒麟又是岂非是持中物。 山涛不仅对于治国的道理深刻在心,对于一些打战的兵法也精通一二,令人佩服,在实力与运气的加成下,山涛不断地晋升。 当令人最为敬佩的是,山涛身居高位,却依旧十分清贫持家,这也是与竹林七贤十七所培养的基底。 在山涛临死之前,武帝拜山涛为三思,但是此时的山涛已经年事已高,而且卧病在床,所以没有接受武帝的任命,不久后在家中去世。 之后东晋宰相谢安的风流又来了。 谢安神韵风流,文学休养也高,有一次有一位同乡在地方做官。 智消五W把菩萨带回京城,只是把其中一把送给谢安,其余人就纷纷效仿买此菩萨,五W菩萨不到一个月销售一空。 正所谓大忍者不失其赤子之心,这就是未尽风度,内心干净,活得洒脱。